大家好,我是红杨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手抓饼的详细做法 首先切一些葱花,放入小板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3克的高筋面粉,放入葱花 放点黑芝麻,5克的食用盐 倒入200毫升的温水和面 像这样,成面絮状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分成均匀的小剂子 再把每个小剂子整理成圆形 盘子里面刷油,放入小面剂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饧发30分钟 取一只碗,加入面粉,盐,13香 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像这样筷子周围冒泡泡 趁热,搅在面粉上面 搅拌均匀 面团 面团现在形好了 放在案板上,先按一下 再用擀面杖擀薄点 再用擀面杖擀薄点 放上油酥 再像叠扇子一样,一层层的叠起来 抓住两头 在案板上上边摔打成长 选择一头,开始卷起来 底部收在下面 先按一下,再用擀面杖擀开 生披放在隔离纸上,不会粘连 定远程刷点油 放入生披 盖上盖子,烙一分钟 然后继续烙 用铲子这样松弛一下 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起来非常的薄酥脆 再摊上一个鸡蛋和火腿肠 做好的饼坯放在上面 松软可口的手扎饼就做好了 放点我们爱吃的番茄酱生菜就可以了 吃起来松软酥脆 有劲道 非常好吃 喜欢干净试试吧 地下 конечно 宁慶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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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听起来